蘇貞昌確實他藉由這次機會 趕快一直避掉那種停電風波 因為再燒下去會燒到2022選舉 而且他旁邊站的就是未來可能會去挑戰 彰化甚至有人說嘉義的王美花 如果在蔣萬安的質詢過程裡面 讓王美花坐實他是停電殺手 那讓他這樣一直一路帶著這四個字 然後到2022選舉 對王美花來講不利啊 你突然跳出一個這個什麼反攻大陸也好 什麼你祖父的承諾等等 會讓人覺得有一點文不對題 然後確實有一種蘇院長被激怒的感覺 那在整個脈絡看下來就會讓人覺得 是不是民進黨政府要透過這種政治操作 來轉移這個缺電的這個焦點 台灣最近我們安裝了非常多的太陽光電 那太陽光電如果太陽不穩的時候 就會造成這個送到電網的這個電 會變化非常大 天氣不穩造成你太陽光電 你裝得越多越慘 現在目前的狀況就會有可能造成 缺少一個星達火力發電廠的發電量 你必須要十分鐘之內調度到這麼大的量 來彌補天氣變化產生的這個 發電的這個減少 不然你的系統就完了 所以這兩個意外就是你會讓你造成所謂的缺電 今天蔣萬元委員他質詢最重要的就是說 再生能源還接不上來 那所以導致在我們整個電網 一旦出了問題的時候 沒有備用的能源能夠安全的去接上 我想這個才是我們整個電網 或說整個輸電穩定度的大問題 那在這個問題上面 我覺得不管誰執政 不管藍不管綠 你應該要務實去面對我們能源的困境 而不是說把責任推給基層 把責任推給台電 都是台電的問題 你不覺得好像國王的新衣 國王有穿啊 他真是有穿啊 真的如果有人戳破了 一個戳 兩個戳 三個戳 未來所有的戳破的假象 他自己在2022有辦法承受嗎 而且他完全知道 整個說2022一定系在這次大停電 很多評論說未來一定會忘掉 最好希望12月26號之前在停電一次 大家還記得 NO 這個傷的不只是老百姓的感情 未來一定會繼續的零星的發生 再加上這一次最重傷的 其實是工商大佬們 因為所有的廠房停電動輒損失 他們就在用秒在算益的 你電力的雕度技術還需要再改善 遇到這種突發的事件 你怎麼透過這個 像這個電力的調度 像虛量反應 其實台電都已經有在做了 像這個自動的頻率的控制 這些技術上都已經成熟了 怎麼樣擴大加速的建造 總而來說 如果你裝設除電系統 我大概也估算過 我應付3月3號那種跳電的話 星大電廠那麼大一個電廠的突然之間的跳電 我估算大概裝個 花個大概100億到200億的儲電系統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100億 200億貴不貴 不貴 因為那天產業的損失超過100億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應該加速儲電系統的安裝 哈囉大家好 我是環宇新聞主播孫苡霖 現在只需要180秒 你就能掌握最新國際新聞動態 立刻打開你的Apple Podcast 搜尋環宇hashtag關鍵字新聞 並點擊右上角加 就能收到第一首國際政經科技即時新聞 只要我們頻道 記得點選五星以及留言 跟我們互動喔 環宇關鍵字新聞podcast 讓你一天一hashtag聊天不lag